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香港面对这场疫症 今个礼拜五将会踏入第一百天 我们现在连续三天零确诊 是否看到曙光可以松一口气 解除防疫禁令呢 现在我们就有禁聚令 又有外国人入境限制 和针对内地来港人士的强制检疫令等等 今日政府就率先宣布 强制检疫令就会措施延长 大商无客专业人士和跨境学生等等 就可以豁免来港后强制检疫 政府说豁免这班人的前提 是他们入境会有利于本港经济活动 但具体怎样做呢 政府就说还在谈谈 学生服货未有确实日期 香港很多商业活动 还未可以正常运作 为了防疫 但就影响到大家日常生活的禁聚令 会持续到何时还未知 但执行手法就继续有争议 和反修例有关的事件在疫症之下并没有静止 好像今天在中环IFC商场 在IMI开始已经有市民聚集了 现在现场还看到有一班警员在现场戒备 不过人就不算多了 比刚才已经不算多了 看到市民还在摇让着 其实有不同报道都说 警方在公众活动中有引用到禁聚令去执法 可以看看在元朗721事件九个月的时候 有被折查的市民说 他们没有超过四个人 但市民说他只是一个人到街 带一只狗去散步 都被警员说他是违反了禁聚令 而在将军澳就有影片拍到 有现场警员折查在场人士的时候 就说纳督的人过来就够了 去到星期日 有人就发起太古城那里唱歌 局师袁天佑当时也在 他说自己只是一个人在商场行街 但都被指违反了禁聚令 警方就强调当日的过程 其实是以警告为主 并没有拘捕和发出告票 面对不明病毒肆虐 防疫措施要累累丰行 是无可避免 禁聚令已经实施接近一个月 一个月以来 大家对于禁聚令的认知 是不可以多过四个人 以及要保持1.5米的距离 社会局就多次呼吁大家 不同场景之下 要用常识去处理聚会 说的常识 大家互不相识 但只有共同目的去聚集 又是否违反了禁聚令 警方昨晚就在Facebook上这样解释 说禁聚令只要有共同聚集的目的 现场有多过四个人 但大家是否相识 就不是考虑因素 就算他们之间是有1.5米的距离 是已经为例的了 这个说法和一般常识不同 聚会局今天再被问到 聚集的定义是怎样的时候 就这样解释 一般来说 群组聚集的定义 就是一班人为了共同目的聚集 是不是事先有组织 聚集的人士是比之间有没有互动 聚集之间是否一息间出现 例如如你坐巴士 或者其他地方排队 这就未必符合聚集的定义 这个解释 大家又理不理解到 禁聚令实施之初 其实已经有记者问到当局 是不是想同时禁止公众活动 当时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们打算去规管的群众聚集 和我们一向的公众活动 就是游人示威 是两回事来的 公众活动的游人示威是和平合法地进行 但是今次我们去管制 是群众聚集的目标 完全是因为公共卫生风险 所以两件事是不应该混为一谈 去年今日 民阵举办了反修例游行 当时他们说有13万人参加 之后过几月就掀起了持续多时的反修例风暴 特首现在考虑禁聚令 是否要继续的时候 又会不会想起这些示威集会呢 他今早就这样说的 香港是一个非常自由 也尊重人家和平表达意见的城市 每年有接近一万个 这些公众的集会 公众的游行 所以没有可能说在处理公共卫生的时候 要考虑这些示威的活动 这条条例是写得非常精准 也都是尽量取得一个平衡 确保到这个疫情的控制 是受到我们的监管的 疫症令一切不在如常 这句话全球都感受甚深 但是香港告别如常生活 已经接近一年了 影响我们最深的 是即使理不理他 他一样会找上门的政治 其他地方告别疫症之后 可能都可以重拾往日生活 但是香港人呢 是不是不管政治就可以保住前途呢 我看见到第一件事 请注意 我们试点楼台的第三回合嘉宾 是曾经做过大律师 现在是补习社教英文 兼做艺人 希望凭着口才 作多方面发展的临作 梁成是一種暴政的話 我們香港人不是應該努力反抗嗎 我以前對辯論的輸贏 我純粹覺得你看誰的評判 不同人有很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他只是一個藝術 輸贏無所謂,Ferran 沒有,我反而真的介意 是有沒有比較好看的畫面 有些火花出來 說話厲害,什麼都事 五年前他選過區議會 有2640票 給對手少三百多票 做過演員的他說 自己辯論時除了要有理據 也很重視娛樂性 我覺得如果你純粹為大學辯論 有沒有意思 但你說純粹玩一下 你聚集,又是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要拿捏好中監位 他的對手張崑陽,自小喜歡提新聞 中學時已經參加校制辯論比賽 還是基本法杯冠軍賽的最佳辯論員 還選擇油賽? 有… 我有朋友補你 是… 2012年開始,自己中學開始打辯論 當年之後再接購一些不同的學運 或者一些政治議題 所以嚴格來說,我三分之一的人生 都是類似一些打辯論的工作的創事 五年前,張崑陽在浸大讀中國研究 也是學生會外務副會長 當時他反對學聯出席六四燭光晚會 因為佔領行動 令他體會到香港民主 和內地民主沒有關係 大家分記了做選民 九龍西暫時… 現在他在港大讀書 由去年下半年開始 不時以大專學界代表身份 去外國進行遊說 希望國際關注香港人權狀況 我們作為香港人 尤其是年輕人、讀書的人 更加有責任 去堅負起這個時代的重擔 走得前一點 去為香港、為自己喜歡的地方 出一分力 中國文化絕對不是那麼單純 是說權威一定是對 或者我們一定要以和為 然後就聲音也不出 這是絕對錯誤 孔子、孔子、這些聖賢他們說的話 反過來是希望你真是關心政治 你是要討論自國庭天下 我想任何一個人 如果真是認真讀過中國文化 得出來的結論 都不是建制派那種 就是原來是變成維穩的工具 各位歡迎收看 視點31特備討論環節 視點擂台 這集來到第三回合了 正觀看看這個回合 會不會都有一場精彩的辯論 跟評判談談 會不會期望再高些的被支持 兩位三賽者 都立場上比較相近 這次可能真正達到這個節目的宗旨 就是不要理會甚麼立場 只是說表達的表達能力 你應該讓他們抽籤 最好是抽了一個親中的 好玩 就是爭取泛民的立場 阿喬牌也有 一個是攻的,一個是守的 就是你的守牌是換過來打的 事不宜遲了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辯題 就是香港人不理政治,補前途 二十年前 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 教香港記者這句說話 中國一句話叫 悶聲大發財 我叫甚麼話就說 就是最好的 悶聲發大財,意思是說小句 不要說就可以維護 和保障自己的利益 就算特首在不同場合 都會鼓勵大家小談政治 多攪民生 香港社會是不應該 也不可以再來耗 爭議不斷,果足不前 我們需要鞏固提升 香港的優勢產業 開拓新的經濟 要成功落實一國兩制 把握香港的各種優勢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政治的確不是人人都懂得說 甚至未必人人都可以說 在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 有教師說到被教育局調查 其中有些言論過分了要停職 亦有機師飛行時 在駕駛艙說多一句 最後一句話 香港人加油,萬事小心 之後他不再是公司員工 另一方面 他的舊公司亦在企業行為守則說明 員工要謹慎使用社交媒體 又有實習律師和大律師 在個人社交網站發表自己的政治言論 結果都被人投訴,影響法律界專業 今時今日的香港壁壘分明 有人索性不理政治 或者做所謂的中立派、中間派 與世無爭 為他可能是一份寧靜 或者是自己的飯碗 香港人是否要不理政治保前途呢 主持彭先生特別叮嘱我 一定要先解決一條題 四部分 香港人第一 不理第二 政治第三 第四就是保前途 老實說 香港人我們就很簡單 所有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的 我們都說是香港人 但究竟個人還是集體呢 再看看 不理 英文叫 ignore 究竟內心不理還是外面不說呢 政治 今天這條題目 我們說的是 香港裏面的內部政治問題 還是跟中港兩邊呢 最後就是保前途 保住我們的前途 究竟是說個人前途 還是集體前途 今天說個人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知道 譬如說 這個 杜汶澤、黃秋生這些 是真的因為說完話之後 就沒什麼事 但是我們今天說的應該是 集體香港人 集體我們的未來 我們的前途不單是說經濟 還要說價值觀 我們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要透過不理政治 來保住呢 我是絕對不同意的 各位評判 各位香港人大家好 其實究竟什麼叫前途呢 如果用過去的理解 前途 就是淺途 我們其實 Sam和許管傑也說過 一生一世為前輩做奴隸 其實香港過去的價值 就是一種中環的價值 他相信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經濟的發展 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 個人是說 他們要補就業 因為就業和賺錢 就是他們的前途 而大致社會 社會的前途 當然就是經濟發展 但是香港人過去的價值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政治 為了經濟發展 犧牲的政治 但是時而世逆 我們看到 香港人不會再麻木相信 就是原來政治和經濟是對立面的 其實呢 即使如果要補前途 我們更加是要去理政治 反過來 今次這場的社會運動 很多人甚至犧牲了個人的前途 就是他的就業 都是要去理政治 和這個城市共存亡 所以我是反對變態的 多謝大家 我真的沒試過 我們兩邊應該都是反對變態 其實林作剛才反對的題目 但他會覺得 我們是以香港人的整體來說 我們在前台說香港人的前途 作為香港人的共同體 我當然不反對這個討論 但你剛才看到我的立論 比較針對微小的個人 一個個體 在這場的運動或社會中 他們都為了一個社會的共存亡 而犧牲個人的前途 這一點我很佩服 我覺得首先一定要承認 剛才也看到影片中 有些國泰機師、演藝界人員 不同行業的人 確實因為說政治、理政治 而令他本身的工作受影響 這絕對是事實,我接受的 不同人在不同崗位 反過來,舉例 黃之鋒走去不理政治 他就沒有前途了 所以我覺得確實在不同 個人層面上 你究竟應該理政治還是不理政治 答案很明顯 但是你說在一個集體人層面上 我剛才說的意思 其實不是一起上、一起下這麼簡單 不是說我們不要紛爭 不要吵 其實我很相信一種西方的觀念 就是越變越明 老實說,很少有辯論會採取同一邊立場 當是這樣的時候 反而故意找些東西餵咬而咬 就有點不值得 其實側重點最大不同 我覺得他的側重 都是覺得香港人一定要衝出來 即使是個人的事業有影響 也要衝出來 這是我跟他最大的分別 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 是沒問題的 例如有些人會覺得 不是,真的工作更重要 我不太想理政治 可以看到有些人的價值思維 是將政治和個人的工作 或前途放在議員對立的位置 但這次的運動 我覺得啟發了我們甚麼呢 就是原來… 有時其實原來個人的前途 即使是工作 都是跟政治是扯上關係的 貿然,如果有一天取消了 你這個獨立關稅區 沒有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那所有iBanker就可以回家 所以我的意思是甚麼 很多人開始意識到 原來他的前途 其實有機會就是政治 不過這麼說 因為以前做大律師 我昨晚還跟幾位大律師朋友吃飯 我也跟你們聊,當然不開名 他們到今天 都肯定不會公開表態 他們的政治看法 這裡面有男有男,我肯定 但到今天都沒有 為甚麼?就是在個人事業上 大律師想做個案 第一件事就是做我 不要做我做的 就是一定要低調,沒有人認識 但只要在行內 讓人看到你做個案 做得好,這樣就可以了 反而你出來告訴別人 你是有政治主張會上街 客人不想找你 那天你太出名了 我和你走在法庭上,怕被人拍 所以你依然看到有這樣的問題 徒師,像你這樣說 我想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考慮 他選擇了可能有些位置 他根本內心有立場 但他不發聲,我理解 但更重要的是我會覺得 我們經常說 去到一個位置 你不想發聲也不行 就是底線的問題 例如你問我 現在大律師公股裡的那群人 他們本身是否很想碰這壇混水 可能也不想 但問題是現在看到,不是 有機會我連我的… 如果你的法治淪送到這個地步 我再不發聲 我真的不能玩普通法 我是否每天回到中國 去玩他們的法律 其實我今天沒有打算用一個很… 即是用一個互相質詢的態度 他聰明的位置是甚麼呢 就是他怎樣理解不靈 即是他會說有些人 其實他可能真的表面上不說 很多原因都不說 但他內心依然理會 那是否不理呢 我想這也是他想帶出那道理 我想先問問大家 既然林作理的定義很清楚 又是香港人,又是不理 不理政治,然後又是保就業 你那個不理的意思 其實是否去到這麼盡 我想說出一點點 你怎麼看這個論點 其實甚麼都可以有平衡 平衡這件事 其實我們以前做得太少 即是說以前實際上太不理政治 其實那個才畸形 現在經歷的這個階段 你說有沒有足夠理性的討論 有沒有懂得去辯論 這個可以相確 但是我從來沒有聽過 那些人說你吵得太多 我只是覺得會吵得太少 但是你不變 你不去做多一點就不會好 不用說了 你看川普和習近平就知道了 習近平就沒有記者招待會 是宣讀的 川普我很討厭他 CNN就不斷咬他 插他 就辯論 即是說謊都公開說 你講到其實政治和經濟 大家要平衡 我覺得在這個位置上 其實Paul也有一點把政治和經濟 一定是一個對立面 我們聽陶傑說 現在你要立即變陣 因為這個 他兩個就對他一個 因為他就做了正那邊 這兩個做了犯 這個不用說了 剛才港台用了兩段片 是 第一個是江澤民 當日訓斥香港記者張寶華 叫他不要說那麼多政治 是要悶聲發大財 是不是 這個批駁就非常容易了 因為 魯剛在1996年3月3日 他自己說的 他說領導幹部就是要說政治 就是說 Ruling is about politics 這個是你講的 所以怎麼可以避免政治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那句叫做國泰基斯 我問你 香港加油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說一句香港加油 就被人炒牛魚 我現在瘟疫期間 抗疫兩港 期間天天天在說香港加油 為什麼不炒牛魚 他叫香港加油 也在鼓勵國泰航空公司加油 是不是 現在你想加油都不行 因為全部癱瘓 block down 架架飛機在發佈 這叫現眼報 剛才你們說的 我同意的 其實是很接近的 只不過我們希望 考慮一下 例如李光耀先生那種做法 當然很多人未必完全同意 但是實際上 看看新加坡現在的情況 看看他現在 一向叫香港人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不可以過分 現在是一個平衡的問題 但是你看到 例如公務員 公務員如果他支持這個運動 就會被清算 他反對這個運動 其實都是政治表態 但是他就不會被清算 其實很多人斟酌是雙重標準的問題 我當然不認同相同標準 大家都是適當的時候 不適當的時候 就不應該表態 適當的時候 應該盡量表態 不過你不明白 因為制度就是 你講他適合的說話 就會上去 我講過很多次 不是共產黨都這樣觀 你講一句好說話就升上去 那些人就在下面 那些人一問 為何我升不上去 他昨天和我玩鞋子 現在我就在下面看著他 那個人又跌下去 就是那個天堂和地獄太大 其實我只是說 你考慮一下那個平衡如何 我沒有說我贊成 這樣贊成 那樣 我只是說我們不能夠 所謂不理政治 那個不理就過分了 但是你覺得 過了平衡 那個最敷禍是誰 因為我們的立場很簡單 當然就是北京政府 還有林鄭 你不推翻送中 就不用這樣 但我的感覺是 建制派其中一個很大的盲點就是 永遠都認不清 最灰禍首是誰 那個禍首不是單一來源的 是很多勢力在互撞出來的結果 北京有份 華盛頓也有份 倫敦也有份 加上互撞的力度 令現在發展成這樣 不過我又想問 你究竟是 制度 和人 究竟是人本身 搞得OK 還是制度失衡 導致人失衡呢 就是人制度失衡 誰先 誰後 人和制度 兩樣東西相負相成 你有最一個制度 不就有些很壞的法官 大家都知道 我們香港一直都說 大法制度挺好 不然有些很獨裁的法官 很差的法官 甚至升上很高位的法官 都有 因為本身是差的 但是同樣道理 如果制度不好 就醞釀不出一些 比較多平衡上 比較多是平均上好的法官 你真是說話 你真是說大陸的制度不好 真是三根紅線 整個中國人變為人格分裂的民族 這件事很恐怖 尤其是這一年 譬如說 你不說這些字 袁國勇說得明 他認為 這個病毒是由武漢的野生動物 是 港度 以及叫人不要吃野生動物 這個都是中國自己立法的 是 但是接著他讓中國方面 批拒廣獨 好了 如果批拒廣獨 你說中方的大陸的網民 有權利表達意見 那袁國勇也可以繼續辯論 但是他不敢 他立刻收檔 是不是 這個就是 我袁國勇不想說政治 但是有一把惡勢力 就因為以你不說政治 說你是政治 然後這個惡勢力 因為他有權力 有錢 有槍 有特務 於是令到連袁國勇 用這個本來不說政治的專業人士的收口 恐怖 恐怖在這裡 這個情況是很痛苦的 真的比比佳時 就是袁國勇那篇文章 你看到 你已經覺得真的很慘 有什麼理由 我真的沒見過 說我是財所學淺 出完一篇文章 印在報紙的晚上 說自己撤回 這種做法 當然我覺得亡陽保勞 我沒聽過有人 早上寫完文章 晚上的意見就已經改了 有聶德權 三密集 聶德權 我們不要管 好,跟進去 有全師 我覺得這個第一次不是辯論 是一個清談 是 第二次是林作有牛津感覺 張崑陽又有國際視野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雙贏局面 是吧 我真的看不到分 我覺得難分牽制 其實問題是輸家就在別處 是,沒錯 他輸家在那裡偷笑 幸好他沒有來 是 童別這樣做 我們現在其實不是說誰的立場 他只能說 純粹說我看他過不過癮 好不看 是否購買他 他臨作的熱戶是高一點的 因為他始終比較放鬆 所以他很擅長 他會聽到一陣子的聲音 他會聽到一陣子的聲音 但始終他有一點點急 還有就是有時不出聲 那一刻停一停的時刻 是很重要的 這種就是有沒有台形 大律師打官司 除了說個案好或不好之外 那些法律厲害之外 台形就佔很重要 我支持視點擂台 節目很好 我覺得兩個應該是雙冠軍 真的是非常難得的一個 因為辯論也好 清談也好是一個示範 所以… 即是他們兩個都不作主 我也是這樣作主 贏了一點點而已 純粹戒指都很好 不過贏了一點點 因為就是那種感覺 只可以說我個人特點比較強 就好像我說了一些話之後 都比較刀槍不入 我亦很歡迎別人攻擊我 我想因為大家覺得 難得, 大家都有同路人 所以就…錯失了 辯論的賽場有贏輸 但我自己會覺得是… 當然沒去到一個很交鋒的位置 但如果你問我最細心的位置 真正的辯論不是發生 在一個擂台那麼簡單 真正的辯論是你說的社會取態 我依然相信就是 去到社會公共層面上 我們的立場是清晰的 下星期公務員就陸續開始正常上班 運動場、圖書館等等的公共設施 亦有望塞海 但今晚也有消息說 高中生有望最快下個月26號復科 最快政府下星期二會有公佈 大家可以留意着 下集再見 兩次一個下星期公佈 最快樂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留意 突然預防 雖然 都無需 最新的生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